所以順其自然慢慢地發展下去 好了 而我們要怎麼說呢 小朋友 我們最常見的頭髮 有些小朋友長出來 很多頭髮 而且有些還弄 有些是一條毛 有些是軟的 有些是硬的 我們中國人來說 在上學來說 原來頭髮也有些學問 如果髮硬的 他的性格會固執 而且他的身體會比較好些 他的頭髮 他的性格是怎樣呢 做字 不夠貫徹到底 拿人玩一下走出去 拿人玩一下 好聽到精靈 不好聽做字不夠貫徹 做父母的 就在這方面要誘導他 柔軟的 這些是天生的 性格是比較溫順的 這些小朋友 我們要做 這些性格就有些優柔 沒有自信的小朋友 這個時候 你就要多些事情 鼓勵 我們叫做這些 所以在頭髮那裏 都會有些 最怕頭髮怎樣 亂 不齊 参痴 又硬 這些小朋友 會暴躁 暴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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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暴躁 家庭的教育那裏有用 好 好